自从近日演员的收入曝光以来 恒电的群演又多了一批 毕竟一天的钱 一般人一辈子都挣不到的感觉实在是太好 不过这首先要从跑龙套开始 品尝传说中的恒电剧组合饭 看着这个菜色 能跑龙套也是一种勇气 第一次看到这种画面 总有一种莫名的违和感 看着这个 好像回到了高中食堂 连一个饭盒都没有 剧组合饭吃啥 直接大锅饭爱吃不吃 看着盘子就知道只有两个菜 而且还很足 这样的小编能吃三碗 你呢 盒上面比起来 这个盒饭就好多了 一共有四个菜 看着还是蛮丰盛的 这样饭盒不多 堪称良心剧组了 倒不是说其他剧组舍不得花钱 毕竟盒饭要多少钱 财务账上都是15块钱一颗 但是实际上花了多少钱呢 就只有买的人知道了 这个看着也不错的样子 隐隐约约能看到肉 毕竟是传说中的五菜 一至尊套餐 不过再好的饭也只能站着吃 座位就那么多 总不能坐在地上吧 所以在横店中午最常看到 得就是一群人这样站着吃饭 靠着强小吃 这一排排的看着 只能说各位大人辛苦了 直接拿在手上吃的盒饭 一看就知道没两个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